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个金字塔的画法 埃及金字塔相传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 而金字塔主要流行在埃及古王朝时期 形状像正方形的陵墓 四面的側面就像四个相似的三角形 而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三角形跡方追体就像汉字的金字 所谓中文就叫做金字塔 它的画法非常简单 大家在这个点线面做出来的正方形里面 画上三角形 画的时候记住要移动筷子 在不同的面上画上三角形 画的时候都可以轻轻力地用我们的支针笔 是不是很简单呢? 绝对不难画这个形状 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个绘画的过程 这个也是闲晓画的一个好处 即是它真的不困难 任何的年纪都可以画 然后我们再选择三角形 在里面再和它画透过线 再将三角形分开 现在是不是里面看了三角形 你觉得它像不像在埃及的金字塔 我画了一个作品 完成了之后的作品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都会用一些阴影 如果大家可以再加其他东西都可以 我们下期再见